腐邦將上週為了登陸奪麗 必須在原有的四洋將中擇一注銷 最終他們選擇注銷的是羊頭優馬 而非羊炮八帝士 讓不少球迷相當討異 畢竟八帝士今年來台後的表現確實不如預期 手背差就算了,攻擊也沒有太多發揮 近期甚至從一軍下缺二軍之後 還是陷入一波十之一的敵潮 原本以為會是腐邦注銷的第一人選 那到底腐邦為何會優先注銷優馬 還有他們的新羊將選擇找羊頭而非羊炮 是否是個正確的決定呢? 就讓今天這支影片來告訴你吧 首先我們回到季前的時空背景下 附邦跟去年一樣 竹竹找了六名羊將來準備今年球季 在回過羊將中只找回了優馬、蘿莉 被從兄弟手中掩覽了威迪茲 然後簽下了艾斯凱、范米特跟霸蒂士三位新羊將 最初在一軍啟用的是范米特跟霸蒂士 威迪茲則很快在4月10號加入了人職 但因為霸蒂士表現不佳 很快登陸了優馬 讓兩個人交換 大概半個月左右的時間又換回來 最後索性都瞎二軍 而艾斯凱則是一場未投就先遭到解決 富邦一軍維持少一名羊將的情況 直到6月4號蘿莉上來 才把空缺補滿 論羊將戰力 季前準備最齊的富邦 反倒是現階段表現最差的 羊頭合力吃下21場共113決頭球 拿下6勝失敗 勝率3×75為5對最低 麻煩率3.58則是5對最高 也是唯一一隻羊頭整體ERA超過3的隊伍 對上最穩的范米特ERA Plus 96.5 仍舊是低於聯盟平均的 比較容易挨場打掉分 但好消息是昨天又搭配戴裴鋒 繳出了一場幼稚嫌罰 收下了本季第三勝 兩人至今三場搭配防禦率僅0.86 應該是羊將中地位最穩固的 威迪茲則是近期的話題人物 前一場都為拳龍被抓包手套裡 磨了外部物質 遭到競賽10場並加罰1萬元的處分 目前看來富邦是要讓他在一軍繼續呆倒解禁 以目前嘗試的安排 最快在下週日就人對樂田獻發 所以實際上他只跳過了一次輪值 對富邦的影響不算太大 我看到是有些污漬的 對,但是這個在手套裡面都會有 都會有 都會有 因為用久了他就會有這種狀態 剛才富邦漢將為遺之 他的手套有用鏡子四向 就是手套裡面有一些不應該要的物體 所以被我驅逐出場 而他們心心念念的蘿莉 則終於在上週對樂田迎來本季出陣板 用實力證明自己還是那一個王牌羊頭 攪出七局無視分的超優質豪頭 激壓了所殺帶領富邦奪勝 有趣的是七局頭彎只用79球的蘿莉 其實有被邱總詢問是否能再往下投 結果被他給婉拒了 只能說僵還是老的辣 這畢竟是蘿莉本季首戰 甚至是跳過二軍直接從一軍實戰 懂得保護自己絕對是正確的 那以上三位就是富邦一軍目前登陸的三洋頭 這說明富邦的洋炮政策已經以失敗告終了嗎? 老實說很接近了 雖然巴蒂斯還在 但要重新批回一軍的難度真的很高 從成績上來看 今年中止五隊都找了洋炮 但表現最差的依然是富邦很強 出賽場數最多但打擊率最低 長打率也是最低的 理論上一軍OPS加66.9的洋炮 不會再被囚團的蓄留 但現實層面來看 霸蒂斯絕對不便宜 這也是我之前評估時比較忽略的一點 早在他第一次被下邦二軍時 林華為領隊就提過 霸蒂斯還有合約的問題 要解約也要等到洋將登陸大線再說 這就得回歸霸蒂斯的資歷 畢竟在日直有過亮眼成績 當初富邦給他的價碼應該不會低 也高機率是一張年約而非三個月短約 現在就任賠殺出確實太早了一點 優馬就不同了 當初來台就是以育成洋將的身份 薪資並未公佈 就算今年是加薪蓄留 但他本人都說加一點點了 我認為還是差霸蒂斯一大街 這個例子也可以拿許錯聖位來比較 一個千月軍五百萬的首輪 跟一個千月軍不到百萬的第七輪 假設兩人成績都一樣不出色 站在球團立場 你會希望再給誰多一點機會呢? 當然我覺得優馬註冊的時間點真的太早了 畢竟他的定位本來就偏向救火隊 要在一軍洋將不足的情況下上來指援 像去年富邦洋將一個接一個離隊 優馬就替球隊吃下了58.1局 ERA Plus 92.4是低於聯盟平均沒錯 但以育成洋將的標準來看 已經是可圈可點了 今年他卻只在一軍貢獻6.1局的投球 就遭到註銷 那優馬在台灣的投球生涯 會就此結束嗎? 以終職官網所解釋的 球員經註銷註冊之後 人為球團合約所屬球員 只是統一球季不得再行註冊 僅能在二軍出賽 所以優馬理論上是可以繼續在終職二軍 替富邦吃局數的 但這還得看看優馬本人的意願 畢竟當初玉成洋這樣的想法 是前任領隊蔡成如跟副領隊沈玉潔提出的 現在主事者可能已經換人 就算優馬接下來在二軍替富邦投到寂寞 球團都不一定會在明年跟他續約了 畢竟一軍沒表現嘛 薪水加不了可能還會倒扣 近期林華爾領隊的上媒體表示 註銷優馬的原因是因為球團已經找到了新洋投 目前在墨西哥聯盟比賽 也有過亞洲指棒的韓子經歷 已經在走程序了 現階段也沒有再找新洋炮的打算 但說真的 我認為富邦對於洋炮的需求 還是比洋投大很多 今年富邦一軍的外野手 沒有一個人OPS加是突破100的 就聯濟出最穩定的升號尾 也一路降到了96.2 差別最大的是高國林 從去年全隊最高的OPS加152.4 到今年變成全隊倒數的35.2 哥哥高國輝也只剩5.8 高家兄弟的沒落 使得富邦外野失去重心 就算升號尾能夠接定哲宣的班 兩邊角落也露出了大空檔 哇齁齁齁齁 這個位置其實很危險 對耶 回放落空再界三陣 朱駿翔在這個半局雖然製造出了危機 但三個出局數都是老K 他也成功的鎖住了勝利的大門 幫助洛天桃園隊在這場延長賽當中 拿下了勝利 最終的比數是3比1 兩分之差 在系列賽 桃園隊是取得兩勝一敗的領先優勢 所以季前球團評估的洋炮方向並沒有錯 富邦確實需要外野洋炮 只是找來的人選錯了 因為霸第四無法升任外野的守備工作 變成了一壘洋炮 加上他火力又出不來 讓教練團很難用 近期林一拳回歸一軍之後 打擊竟有起色 剛好補上了蔣志賢的棒子 所以DH的位置就落在他身上 一壘則交還給范國城去守 三壘就讓境況好的新元旭 跟董子人去競爭 如果我是邱總 應該不會想讓霸第四再去一壘打擾了 而洋炮只能放DH就很難用 所以理想情況當然是希望霸第四可一守外野 關鍵就在於 霸第四的守備能不能讓教練團放心 不求每季連連 只求中規中矩即可 我認為霸第四現在還能逃過被註銷的命運 說明富邦還是對他有期望的 畢竟在他身上砸的錢不少 但要升上一軍 必須得在兩個條件中達成一個才有可能 第一個條件就是要屠殺二軍 目前他在二軍的OPS加高達200 雖然不差 但還沒有到屠殺的標準 而且儘管有點掉下來 必須要打到讓球迷重新想起他的存在 第二個條件則是要練好外野 當然這也得看教練團是不是真的有打算放他去練 如果繼續在二軍讓他打DH或手藝壘 我認為意義就不是太大了 說真的 富邦輪值的問題一點都不大 現在人手已經多到陳鴻文必須去二軍 陳勢鵬還得轉去牛棚 只要霸第四能夠正做 那一軍還是有機會改成兩頭一打的仰將配置 畢竟富邦團隊的OPS加77.4 連跟第四迷的衛權差距都如此懸殊了 不從打擊面來補強 反而一直塞羊頭 對於他們的幫助真的有限就是了 那還是這樣是今天的影片 富邦新羊頭已經有一些風聲傳出來了 我應該會等人選確認之後再來介紹 就請大家拭目以待吧 我是閃力 現在喜歡我的影片不是可以按讚訂閱分享 還可以用超級感謝的功能贊助我 產出更多更優質的影片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